各位同學地坦CVsus 11年的第38條 Telecommunication companies nowadays use optical fiber to transmit data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of using optical fiber over copper wire in transmitting data 我用光纖,現在用光纖,經常都用光纖上網,光纖傳送資訊 那為何光纖好過銅線呢? 銅線有甚麼不好呢?光纖快一點 看看,第一句 Less data loss in the transmission Less data loss in the transmission 是嗎? 不太知道,光纖快一點 Data can be transmitted at a higher rate Data can be transmitted at a higher rate 我們要知道,光纖最重要的是 有甚麼特別的特性呢? 因為它可以發生到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光纖可以在光纖裏發生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所以才可以讓光纖流走 它在整條光纖裏面走的時候 光纖 它只是會有一些 能量流失,當然會有 但相對地會少 即是當我們這條光纖漂亮一點 一些漂亮一點的Glass 但是Copper wire呢 如果在Copper wire裏面流走的時候,在燃藏在床上走 好,很不公平 這條這麼窄的Copper wire 粗一點 它在燃藏在Copper wire裏面走 燃藏在Copper wire裏面走的時候 其實就很容易撞到很多的 Metal Iron 其實有很大量的Metal Iron 其實它們很容易撞到的 即是會撞到會怎樣?會令到有Energy Loss 這些就會Loss at Heat 就是當有Current流過的時候 其實就會令到Wire熱了 其實這個Loss at Heat 或者我們稱為Current Heating的情況 都蠻嚴重的 當我們流得比較多的時候 所以它會令到Energy Loss 是厲害很多 所以光纖我們可以有少一點的Loss Data Loss in Transmission 少一點的Data Loss OK 這個是第一個的好處 用光纖的 接著第二 Gator can be transmit at High Rain 這個亦 亦是對的 雖然 你說同時 用Copper wire是否慢 相對地是慢 但其實它也不算很慢 即是我們compare日常生活的 的 速度來說 其實它不是很慢 沒有想著它會很慢 其實它也不算慢 跟光纖比較的來說 它是慢的 相對地 而 第三 For the same data transmission Razor Optic Fiber take up less space 它會用了少一點 的 space 那這個呢 就因為我們同一束 的光纖 可以 傳送多幾早的光 同一束的光纖 有多幾早的光 而用銅線的時候 其實我們 同一個current 其實我們都可以用current 傳送的時候 我們怎樣傳送 用current的 大小 用電流的大小 還有用一下 frequency 它們的頻率 的變化 去做一些 Signal的傳送 大小的叫做intensity Intensity或者是ambrative 強弱 還有frequency 它做一些Signal的傳送 Data的傳送 光纖呢 我們可以用多幾種的光 不同的finance的光 做傳送 它也都比較幼 我們不需要很粗的電線 我們不需要很粗的電線 同時一定要粗一點 為甚麼因為它越粗 電阻就會越細 電阻越細的時候 Loss就會越少 我們要粗的電線 令到它減少到Loss 但是光纖不用 光纖我們就可以用一條幼的光纖 就已經可以了 所以它是 粗度來說 同時要再粗一點 所以它可以 Loss space 這個也正確 所以這個是1,2,3都適合 這條 就是考大家多一點 日常對於光纖的認知 對於通訊 的設備 比較daily Live的science 所以